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复习四至二范例一 举重选手将一个总值量100公斤的杠铃成功举起 若在举起杠铃过程中的某瞬间 杠铃的加速度是每秒速度增加变化每秒一公尺 那重力加速度是十 这时候举重选手施与杠铃的力是多少 好那这里呢其实会用到两种概念 一个就是合力造成加速度 这就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所说的 加速度就是用来测量力的大小 力的大小其实就是代表加速度的大小 但是这个加速度只会有一个 一个物体它只会有一个加速度 它不会同时分身 然后用两种加速度再加速 或是两个方向的加速 它不会同时有两个方向的加速 那既然加速度是用力来表达 加速度越大就是力越大 那这个力就是合力 是很多个力的合成 这样子 所以现在如果有告诉我们加速度是1的话 其实就是已经告诉我们是合力的大小了 合力的大小其实就是1 然后乘上100公斤 所以合力是100牛顿 那另外一个概念是重量 重量呢其实是重力加速度推出来的 在地球上的物体 表面的物体 地球表面的物体 它会往下掉 速度是每秒增加秒数9.8 每秒增加秒数9.8 那既然有这个加速度 代表有受到重力 对不对 有受重力 受到地心引力 这个力就是重力 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写成这样子 把A写成G 因为9.8 每秒速度增加秒数9.8 这个就蛮特别 每一个物体 从同样高度掉落 加速度都一样 所以特别的加速度我们给它一个代号G 然后乘上质量 这就是它受的重力 重力我们用W表示 那如果压在地上 它还是有应该还是有受这个吸引力 所以这个吸引力其实就是 压在地上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重量 所以题目给了质量 这其实不是重量 重量是还要再考虑 重力加速度 要乘上加速度才会是重力 那重力压在地上的那个量 就是重量 好 所以它的重量其实是 100乘上10 9.8我们通常在计算的时候大约会是10 所以结果它的重量 所以结果它的重量 杠银的重量是1000牛顿 有些同学可能也不懂什么是牛顿 牛顿的意思就是 一公斤的物体 它有每秒增加秒数一公尺的这个加速度 那这时候它所收的力 我们叫它1牛顿 这样子 好 所以重力是1000牛顿 但是它最后的加速度是1 这样子 那我们题目其实没有写得很清楚 它没有说加速度是向上还是向下 假设我们加速度是向上好了 所以这个杠银它今天受到的力 合力要是向上的 可是这个合力向上它其实是由两个力来合成的 一个是它本身的重量 重力 另外一个就是人推的力 也就是题目所要的 题目所要求的 那这个哪一个力比较大呢 合力要向上嘛 所以向上的力比较大 结果是 F人出的力减去重量 会等于合力 然后呢 合力又等于100牛顿 合力是由F等于MA来算的哦 所以这个W呢 其实刚刚也算出来重量是用NG来算的哦 这个W是1000 所以结果人出的力应该是1100牛顿 然后是向上的 所以答案是C 但其实这一体它有一个瑕疵啊 如果加速度是向下是不是也可以呢 因为它并没有说加速度是向上还是向下 只有告诉我它的大小是1 那如果加速度是向下的话 那合力就是向下 因为合力就是由加速度来描述的 那加速度向下 那这时候是哪个力比较大呢 是它本身的重量比较大 还是人给的力比较大呢 这时候应该是向下的力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写成 重量减去人的力 结果会等于合力 那合力又是100牛顿 那这样一来重量是1000牛顿 合力100牛顿 那人出的力就是900牛顿 可是题目没有这个选项 题目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答案就只有C 那你可能会说 可是它不是举起吗 举起是不是加速度一定向上 举起难道不就是这个吗 举起是不是加速度就不会向下呢 其实加速度跟你的运动方向 是不一定有关系的 什么时候举起然后加速度又向下呢 那就是举起到快要停止的时候 举起但减速 什么叫举起但减速 就是已经举很高之后要停下来嘛 上举但减慢的时候 这时候加速度就向下 因为它往下往上跑 可是它往下加速就会减慢 那加速度向上这就比较容易 那就是上举 然后加快 所以其实前面我们在等加速度运动 其实也稍微提过了 你是不能从加速度看出速度的方向的 同样一个加速度它有可能是正在变快或正在变慢 要观看你的速度的方向来决定 所以这题答案是C 重点概念是合力为0 不是合力为0 合力造成加速度 合力造成加速度 所以看到加速度就要想到合力 还有重量 重量就是重力的量 什么是重力 就是造成重力加速度的力 这样子